白國就是中秋連續加基努 暗過這陣子這個疫情有更千塊 國地政府對到這個 服務衛生都有一些關節措施 甘蔭科醫生 跟裡面說這個美恩有現在當地流行 中秋連續加基 人這樣煮 煮火速度 可能會疼得更快 中秋快樂這疫情會更加快 可能一天這個甘苗病例 會到五萬例 還是六萬例 本後 拜託所在這禮拜 每一間家 白國就是 在中秋節連續加基 帶著感染庫醫生給你們高層 目前國際白禮素不到4萬 也不到8.5的高峰 已經要在到達上官 有過中秋過後 南來北昂人軍組織 白禮素有機會繼續提款到國際5萬到6萬 可能會拉幾個月 那現在如果次世代疫苗呢 現在我們要打的是 BA.1的次世代疫苗 那這個對BA.5會有一點點壓制能力 疫苗反映 如果基礎主不前的關係 剛才疫苗 這種超過三次 身體免疫苗的檢測 不讓你一定是有 不過會越來越低 如果初世代疫苗 也沒有接著 最好別的點外的感染 個案所 不會比別的點兒比較少 由醫師政府現在說來 風油政策在京未清零專制強順 中秋無團主 無方法好親像5點未完結性 所以除了無主 也沒有過風險作文以外 民眾來做好風油措施 也行正常生活 那快賽如果是陰性的話 再到現場的話 對整體的感染風險會更小 吃飯就是口罩脫下 然後醫藥交談 就把口罩給戴起來 那這樣子其實做法 是比隔板都還要來得有效 醫師反省 如果在讓我討厭的所在行馬 工作時可以掛出 其實風險會比 擁擠幫的餐廳更加 另外在煮火時 要還要注意共用的 疫情變速空間窮銷 來降級感染的風險 記者綜合報道